人与人之间就是因为一杯咖啡可以去展开他们之后不同的探索 对着一些叫做内向小小的朋友 你要用多少小时间去打开他和他去聊天 咖啡有一个好处的就是不是真的上试 大家交流或者做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多了互动可能这杯好吗 那就变了大家容易点去建立到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大的企业也好 小的企业也好 做好小小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影响到很多人 所以当时候Andrew说到有这个机会 会不会可以用到一些时间去帮到这些朋友仔 就真的很想去做到这件事 生活不是只说赚钱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去做 可能将来他们做什么都好 不是说教到他们去做到一门首位 而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多了一件事 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见到他们探索打开了自己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见到的一件事 对自己的都是因为那样的 对自己的公民 也认识到他们去做特别的